身為台北市的大家長 我的責任就是保護孩子不受傷害 台北市任何一個孩子受到傷害 都是我的責任 我都必須承擔 我也應該用盡全力來彌補 我身為台北市長 要向這些受傷的孩子和家長 致上歉意 針對台北市新一區某幼兒園狼屍案 台北市長蔣萬安首度公開鞠躬道歉 強調身為台北市大家長 有任何孩子受傷都是他的責任 他也表示會檢討改進 讓法令與政策更完備 以免日後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造成孩子傷害與家長不安 近來幼兒園的事件 無論發生在以前還是現在 或者在法令或政策上 可以更加完備 我們都會來檢討改進 避免未來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造成孩子和家長的不安 針對媒體提問有關 家長無法看到完整的監視器畫面 即稱寫信給市長 卻始終沒有收到回應等問題 台北市政府發言人英偉也做出說明 監視器畫面的部分 之前局處也是有解釋過 因為檢調在調查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畫面是可能在檢調的手中 但是這個部分局處本來也就是 應該要盡全力的來做到他們該做的 另外一方面關於這個迴信的部分 昨天市長也有來對外說明 經過我們目前的清查 來信 局處都有來回覆 那我們會再持續的來清查 並且希望能夠給家長 以及社會一個最好的交代 特別是現在楊灣市長是台北市的市長 我們這邊的原則就是 希望能夠本於事實 然後也拿出一個態度 來面對相關的問題 我們這邊就是 該檢討 該精進的 都一定會依照這樣的原則來檢討 因為強調 台北市政府的立場很明確就是承擔 應該要做的任何檢討與精進 北市府都會盡速的完成 並且對外說明 記者張啟騰 台北報導 避充